我跟李斯丹妮有一场戏 就是他是警察 他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哭 我就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不开心的时候 一直在这哭 因为他是女生警察嘛 就在那哭 然后我边哭就边想起我们参加那个拳击的那个综艺 他就在那个台上暴揍我 想到了他暴揍你 然后你就哭得更厉害 我一边看着他的脸 然后我一边在这哭 我就一边想着 他在那个拳击的台上在那暴揍我 我这个心里就越发的难受 然后就很出戏 那时候我后来拍完那场戏 我就说哎呀我刚满脑都是你暴揍我的样子 就是大家有想象过 就是我们楚楚可怜的楚平 在那边就是拽着他生命当中的一根警察的稻草 结果脑海里面在想的是 啊让你揍我让你揍我